听懂福宝说的话 还知道你我都曾被某乐园忽悠去了 我们知道 当熊猫发出汽笛声时 表示他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 戏巴士平台发现 福宝不管是在外场还是内场 经常发出汽笛声 这就是在向我们求助 告诉我们 他不舒服 很难受的状态 这种情况 要是放在国内的机构 奶爸奶妈都会过来看看了 就好比你的小孩跟你说 妈妈我很难受 我不高兴 你都会去问他是怎么了 国内饲养员也是这种父母的心态 好比有次卖卖出外出 后来排查发现 是树被包起来了 他爬不了 所以生胖气 这是飞云 奶妈喊他回去吃饭 他不愿意 在那里发脾气 他也是发出汽笛声 奶妈立马妥协 不吃饭呢 你吃不吃饭 飞云和麦麦的这种行为 是一种正常的情绪表达 就像人一样 偶尔也会不开心 可是福宝这边 他却经常发出汽笛声 那边的饲养员直接忽略 不去做有效的处理 他趴在树干上哀叫 可没人搭理他 善良的福宝想着可能是 饲养员没听见吧 他后来改成扶着树哀嚎 甚至趴在架子上叫 而奶奶们超爱的宋侍卫 只会过来碎碎念 拍视频 并没有进行干预和排查 白天经常不舒服 不高兴 晚上也睡不好 有时还要被摇醒拍广告 哪怕熊猫睡觉 没素材了 他们也要创造素材 这步 半夜福宝起来产青团 立马被宋侍卫开着大灯 举着相机拍半天 嘲笑他 试想一下 你半夜起来上个厕所 旁边有人一直嘲笑你 你是什么感觉 很生气是吧 福宝也是如此 他发出了阵阵的汽笛声 进行警告 但无人在意 奶奶们只会哈哈地跟着笑 吐槽福宝妈他 这群人还老喜欢 说福宝回来不好 可是根据中心提供的视频 福宝从未发出过汽笛声 整个状态就很松实 跟以前反差很大